村间古宅中,一个老奶奶坐着电动轮椅来回穿梭,叫喊着家里庸人,结果庸人没叫来,背后却出现一个人影,将她带进了迷雾之中。 等到天亮,老奶奶已经躺在病床上,不省人事,家人们纷纷围在一旁,就是否拔掉呼吸机这个点,展开了激烈的争吵。 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,然而他们丝毫没有发现,老奶奶已经完成了,坐起来又躺回去的高难度动作。 另一边,孙子小胖来到仓库,无意间发现一罐骨灰,刚拧开来,就被家人叫走了。 摆在角落的罐子却飘出一团气体,又胸罩。 回到一家人这里,他们已经拔掉了呼吸机,管家正念着老奶奶的遗嘱第一条,是让他们在晚上12点去到饭厅为她祭奠。 然而12点还没到,老奶奶却出来作祟了,大儿子一家待在房间,孩子们却感到一股寒气。 扭头一看,老奶奶居然就在面前,吓得孩子都躲进了被窝。 大儿子专心研究股票,根本没有察觉异样,老奶奶要给他教训,重重地把门摔上,这才把大儿子吓了一跳。 另一边,家中僧人正在禅修,门边飘来一团迷雾,老奶奶就在门前,她又慌又怂,眯着眼偷偷瞄去。 下一秒,老奶奶就不见了踪影,随后她来到二女儿这边,对方见到后连忙认错求饶,似乎做了什么亏心事。 旁边的小胖闻声转头,直接吓得连跪带爬躲了起来,等到女婿回到房间,发现地上怎么一吞水渍,闻起来还一股尿骚味。 好家伙,小胖直接给吓尿了。 等到十二点整,一家人胆战心惊地推着老奶奶遗体来到饭厅,结果祭电刚开始,老奶奶的脑袋突然往供品上砸去。 再次浮起来时,她的嘴里居然叼着根鸡腿,真是干犯人干犯魂啊。 突然灯光熄灭,屋内一片漆黑,黑暗之中有人蹲在饭桌上,按住老奶奶不停往桌上砸,等到灯光亮起,这居然是个女鬼。 她就是在之前那骨灰罐里跑出来的,女鬼的前世是老奶奶的庸人,她本想谋权篡为毒害老奶奶,结果计划败露后,给囚禁在小黑屋里。 后来她实在受不了,选择含冤自尽,自此成了一名女鬼,等待报复这一家人。 管家站在面前慌得不行,结果转个头,这一家人居然全跑了,还挺团结的呗。 管家强压镇静,慢慢地走了出去,随后管家叫醒庸人小黑,问他有没有佛像拿来消灾,小黑连连含有,结果却是……。 小黑好不容易睡着,结果给人叫醒,起床气还大着呢, 这会儿却又传来敲门声,到底是谁在瞎搞。 小黑过去一看,居然是女鬼找了上来,他见到后却根本不慌,老子从非洲来的,根本不怕你这东西,赶紧给我滚远点,别打扰我睡觉,走的时候记得给我关门,真的是。 另一边,二女儿带着老公躲进厕所,却闻到一股屎味,这女鬼难道不洗澡吗? 结果转个头,好吧,小胖确实在拉屎,真是逃得过女鬼,逃不过屎。 夫妻俩前脚刚走,女鬼就推开了门,见到小胖后也是一脸嫌弃地离开了。 随后女鬼找到大儿子这边,还没动手,父子俩就吓得滚下了楼,把腿给摔折了。 刚躺下的小黑,听到门外这么吵闹,实在是受不了了。 他走出门外,正好撞见了女鬼,却没想到。 可怜的女鬼,不管是做人还是做鬼,都混得不咋地呀。 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,女鬼又找了过来,僧人表示只要屏住呼吸,女鬼就看不到自己。 结果女鬼走上前,看着这一排排二愣子,真当我傻是吧,欺负人也不是这么欺负的呀。 紧接着,一拳一拐的大儿子父子俩来到了饭厅。 老爸表示,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,结果两人刚躲进桌底,头顶直接插来一把菜刀,安全,我安全你个头。 还好,刀卡在桌子,父子俩才得以成功逃脱。 而管家这边发现了那罐骨灰罐,僧人过来念动咒语,这才把准备对小儿子动手的女鬼吸回了罐子里面。 等到第二天,一家人都伤痕累累,管家堵起了第二条遗嘱,让他们带着老奶奶的遗体,去墓园祭拜祖先。 结果一家人刚到墓园,旁边却冒出两个持枪劫匪,直接将老奶奶的遗体给劫走了,并要加一千万赎金。 我听过劫财劫色,劫内裤,怎么这年头还有人劫尸体呢? 一家人回家后,还在为这巨额赎金烦恼,谁都没钱给,谁都不愿出。 这时劫匪打来了电话,表示明天中午前交完赎金,否则就要把老奶奶给肢解了。 一家人没办法,只好将自己钱包掏空,这才把赎金凑够。 隔天小儿子带女友回家,却发现劫匪找了上门,然而除了那名管家,家人们都被绑在一旁。 原来管家跟劫匪居然是一伙的,小儿子怒气上头,你个反骨仔,看我不教训你。 管家看要被揍,立马使唤劫匪肢解老奶奶,小儿子这一看立马吓得扑上去挡住,却没想到面前的遗体居然动了起来。 原来老奶奶没有死,这一切都是她的计谋。 为的就是让这一家人能够相亲相爱,团结相处,还好这家人还算乖的,不然换别家,可能演着演着就没命演了。 最后一家人开心地拍摄全家福,而老奶奶也悄然闭眼,与世长辞,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 诶,等等,那女鬼是真的存在吗?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这部电影叫做奶奶,欢迎关注科幻战舰,我们下期再见。